这周橘子军要介绍的是剧小冰,小哥哥被人发现是因为这部剧生日在11月2日,江苏十周人,背景电影学院05级表演戏杨密的同班同学,据说还是那一届的校草,哇,北电的校草哀,什么水平? 感受一下,看看来自新同学的见证,先说说SCI内案集,看名字就知道讲的是悬疑破案的片子,在剧中他饰演些丝缜密的心理学博士展药,看过之前橘子军科普的缩写吗? 翻译下,剧中的他沉着冷静,甚至没啥表情,所以橘子军不敢相信下面图里的人是他,二,零聊青年鼓里的夏天,几小冰变身成为总裁的贴身秘书,面对总裁夫人,看他这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,那个安静的等要去哪了? 算了,变身表情包也爱,不过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可塑性?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?可言可甜,额不对?可搞可笑? 季小冰,本局还是爱你的,真的? 湖里的夏天有点远,我们看一个刚刚完结的,温暖的弦,这一回季小冰是商界精英,但也是个几句话不离八卦的爱心人士,《西洛神和风神英雄榜》是他早期的剧,那时候还是古装造型呢,扛住了,还挺好看的吧? 今年的新剧只为遇见你刚开拍不久,具体的消息不多,只知道介绍兵在剧里的角色叫思成,剧照是这样的,话说那一届北电表演戏的性格是不是传染呢? 明明一共没几条微博,还高高兴兴的嘚瑟自己的更多效率,还是被说了吧,经纪人要比个心,瞧瞧,这心多整,多整,刷到这个,橘子群听到一声清脆的嘎嘎, 嗯,嗯,活动活动挺好,再来个彩蛋吧,小哥哥想过六一,放出了自己的照片,品品,放在现在能高位出道吗? 最后一句,S,C20i,第二季在哪里?